大家好,我是谢文锦,谢老师 不知道您在这个 有观众朋友进来了吗?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文锦,谢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今天在风水上面来说 我们去到了这个孙生的家里头 可是孙生的家里头呢 有一些很多的风水问题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跟这个 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风水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有观众朋友进来了吗? 好,那当然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今天要播的 这个艺人孙生的这个家里 其实我在之前录其他节目的时候 也跟他认识一段时间 那我始终不知道 他们家里头的情况这么特别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风水有关系 就要到他家里头 那么去看看他家里头 有哪一些比较很特别 你大概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 风水上的一些问题跟情形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提到 就是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经印的五读书 那常提到风水上面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房屋的形状会影响到我们居住的人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孙生的家里头呢 他比较特别 就是他是属于前宽而后窄的一个 风水一个房屋的情况 那所谓的前宽后窄 也就是说前面呢 看起来像这个奔斗本机一样 奔斗他前面比较宽 后面呢越缩越窄 那风水上面来说有两种房子 一种叫做奔斗屋 一个叫奔斗屋 所以奔斗跟奔斗的差异在于 奔斗是刚才提到是前宽而后窄 越缩越窄 那所谓的奔斗呢 是前面稍微窄一点点 但后面比较宽 我最近也看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这个客户呢他是租来要做生意的房子 那他会找我去看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房子 他可能租下的一段时间以后 我去帮他看 我说那个房子可能不太行 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 那后来这个屋主呢就跟我讲 他目前的情形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样子 那之后呢他最近 找了大概一个新的房子 那我去看过以后呢 也是跟他讲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因为他的房子跟孙生的房子很像 他也是属于前宽而后窄 那后面缩窄到 大概就是扣掉一整个大概楼梯间 再更收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他的房子呢很明显的前后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宽度 很明显的变成有很大的差距 那另外除了这个所谓的形状以外 他的外面前面是高山 后面是河流 那在风水上面来说 他也是属于前高而后低的一个风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我是跟他讲的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赚的钱大概付万房租 你的能力如果好的话 付万房租以后 能剩的大概也不会太多 能够赚的也不会太多 但是如果你的能力要不够好的话 这个房子很容易就亏钱 于是他很认真哦 他很认真 大概在一个礼拜里头 他找到另外一间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刚好跟原本的房子呢 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呢 该变成了前面窄 大小大概四分之一个楼梯间 后面呢就变宽了 而且还要更宽 宽很多 所以很明显的我刚才提到 从笨斗屋变成本机屋 而且呢他原本的房租呢 他去看的那一间房子 从原本看那个位置是16万 后来去看的那个房子呢 他只要6万块 可是呢我要告诉大家是 他的人潮一样多 那你也可以想象 这个所谓的房租的这个可能租金 他是差一倍以上 然后人潮是一样的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会做得比较容易 而且呢房子因为他很好隔 那因此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未来的这个情况大有 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 可以去预设啦 他有很好很好的发展 其实因为这个他的品牌已经有点知名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说相信还会更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村庭房子一头 他所谓的前面宽而后面窄 那么就有点像我们刚才提到笨斗一样 就是说好像东西扫进来 钱财收进来 他不容易积蓄 然后他别浅 也窄 那所以他不容易积蓄 那以前认为这样的房子呢 他不聚财 很容易漏财 那目前我们去录的时候呢 确实有很多 跟这个相同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水上的问题 那刚才提到第二种呢 就是属于钱财后宽 现在后宽除了所谓的奔斗以外呢 他很像 我常讲他很像鱼楼 鱼楼因为前面比较窄 那里面比较深 所以往往 那个鱼放进去以后 那鱼想要跳出来 他跳不出来 所以这样的房子呢 相对应的他就比较容易聚财 那当然除了这种房子以外 还有一些房子比较特殊 他可能在这个所谓的十字路口 观众朋友 不管你是租房子也好 买房子也好 这些重点可能你都要注意 我刚才想有个重点是 刚才他后来租六万块那个房子 他刚好反过来是 前面比较远一点是河流 后面是高山 所以他等于背后有靠 能看得出去 不管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基本上来说 外在环境影响很大 但自己本身的房屋 如果你不是方方正正 有一些细节上我们没有注意的话 其实也会有问题 那我们曾经在风水有关系的前身里头呢 去路过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呢 比较特别 他刚好在 我们刚才提到是在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房子 大概都会面临到 我的房子在转角处的时候会有两边是马路 会有两边是马路 那这个房子呢 因为他这个路边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当初这个房屋的设计 一边大马路这边 大马路这边应该这样 大马路这边是平行的 平行的 但是呢 因为他 好 他 这边是大马路 是平行的 那 这边 他是转角的这个地方 所以转角的地方呢 他有一点点弧度 那有点弧度呢 他的房子呢 他是从后面这边进来 进来之后 上到楼上去的时候 他的房子的结构形状 有一点像 这样子 的一个形状 看起来就像一把菜刀 那当然基本上来说 我去看的那个人呢 他刚好在刀尖口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房间 好啊 给我画好了 因为 他 大家 朋友 可能 不太容易理解 所以这边呢 我就画一下 他的房子的形状 好 他因为是在 在这个 半圆形的这个路口 半圆形这个地方 那前面这边是马路 这个地方弯进来 他房子有点弧度 那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基本上来说 他的形状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起来 他就很像一把 很像一把菜刀的形状 那么他的 他的房间呢 刚好就在 前面这一个地方的房间 前面这个地方房间 其实不管是这一间还是 这边的这一间 都很容易出现这个 所谓的血光之灾 为什么 因为他的形状 有点像在刀尖 他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 我可能是 那个 应该是路口 那我记错了 他马路的房子 马路是这样走的 所以他变成 我在 我在我刚好是一个转弯处 这个地方转弯过来 所以他的 他的房子的形状是依照马路的形状 那个弧度去盖的 那他刚好盖在 他有一个是刀尖的房间 一个是在这边的房间 所以呢 他在住在这边的时候呢 那个叉的一起给我 还有桃子给我 他住在这边的时候呢 大概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住了大概 三年多 三年多 那因为 开过两次刀 所以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搬进这个房子以后 他健康方面出现问题 健康方面出现问题 那所以这个 也因为这个情况呢 所以他在这个房子里头 会出现 到关 可是我常常在想说 如果观众朋友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那你 如果这个房子是出租了 你马路 房子马路是这样过来 如果我是出租的时候呢 旁边的这一间 边间这一间 我大概不会去租他 有时候你只是住其中的一间 我们刚才讲 孙生的房子 他就是租其中的一间 而这个地方 也是其中一间 那这边再过来 这边还会有一间 他在比较后面的地方 那相对应 他这边隔开以后 隔开以后 这个地方 有两间 他是 类似宿舍型的 就是 就是类似租人家的那种 应该算套房 套房 所以 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一定在这里的时候 他也许很大部分都会选择 我在前面这边的房间会觉得比较 阳光比较好 光线比较好 所以会让他觉得住的比较舒服 但是反过来说的时候 后面这两间 也许光线没有那么好 可是因为他位置是在刀背的地方 所以呢 反而他比较不容易出现 所以的雪光之灾 那当然这个是观众朋友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形状有特殊的形状的时候 能不能要去 观众朋友看我们风水有关系 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所谓的 鱼楼形跟这个所谓的本极形 应该不用再画了吧 应该 我想大家都应该都有一些概念 我常常讲说 我们讲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当然四季应得五毒品 前面三项 命的部分 我想是一个是分先天 先天是看你的八字 后天看你的名字 当然根据这个风水的部分 也分成先天跟后天 先天的时候看你的 这个所谓的主先住的阴宅 后天的话呢 看我们住的阳宅 那因此在这两个部分来说的话 不用 那如果是在这两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选择一个好的一个风水 也许我只能讲说 你的爷爷奶奶的风水 你没有办法去做修正跟调整 可是我住的地方 我可以自己决定 那好的一个地方 它会让你 这个所以有很大的加分 不好的地方 它可能住进去又会有一些减分 我之前还 我讲过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它跟它的外在形状有关系 外在形状有关系 那么 这一户住家 它从 我画的不是很好 没关系 因为这样子画 这个 我大概画一下了 就是 它从它的前面马路这边进来 马路进来之后呢 这个 应该它这个还不错 它算是 算是 别墅型的 算别墅型的 它这个一楼进来的大门是在这里 可是它在前面这边呢 做了一个 一条路进来 也就是在前面的铁门打开以后 好 那走到它房子的门 这前面呢 它是做了一条 自己做了一条路 还不错 就是等于说 看起来蛮舒服的 虽然房子住 房子看起来 虽然看起来就是 有很大的空间 可是它搬进来以后呢 这个主人大概先后 大概开 也是开了大概五年 开了三次刀 那 它其中的原因 很特别 就是这个主人身上 就是开始长 类似这个所谓的 小肿瘤跟颗粒 那这个情况 大家开了这三次刀呢 我去的时候 我是跟他讲 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家的风水呢 其实外在还算很方正 而且也有自己的院子 也很好 可是在于 他前面这条路 前面这条路 为什么会 大家看起来 会我花黑黑的 这一点一点 其实是因为 这个房子前面这条路呢 这个屋主 他把它做成健康步道 也就是说 你每一天呢 他说我这样子 我进进出出 我回来 我可以这个 走健康步道啊 然后平常时候 我可以在这边运动啊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觉得很好 为什么 那你觉得为什么 你搬进这个房子以后 五年开了三次刀 都是属于颗粒跟肿瘤 那 他当然搭不上来 那我就跟他讲说 健康步道上面 你铺满了很多的小石头 石头的部分呢 从门打开 直线范围头 都尽量不要有凸起的石头 那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这种做法 其实呢 就像 你要想到健康步道的 那些小石头 像不像我身体里头的 长的一些肿瘤或颗粒 所以他也觉得奇怪 就是为什么搬进 这个房子里头呢 他会有这个情形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住户呢 我倒是还蛮喜欢他的房子 但是呢 他的房子呢 很特别 也就是他的房子从大门打开以后 他的门不是这样 他的门是推拉的那个所谓的落地窗 所以落地窗意思就是说 他的前面的门是比较大片的 也就是说除了 基本上是很大的 大概接近 类似四片的落地窗 举例来说 他这个就很大嘛 这样子 一二三四四片落地窗 从大门打开的真前方开始 前面这个地方 他做了花园造景 他做什么样的花园造景 他做了日式的那种花园造景 大家想说日式的花园造景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其实呢 他做了很多的颗粒 他用石头堆起来 全部用石头堆 就在屋前大概 大概两个人肩膀宽以后 他就做了日式的庭园造景 那当然基本上你都用石头堆砌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从屋前的门的正前方开始 也是堆砌石头 这个案例呢 也是我去他家大概看过以后 他大概也是在两年里头 不对 他是三年里头开了两次刀 三年里头开两次刀 也是类似身体肿瘤颗粒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也就是说房子其实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房子呢 常常会出现这个所谓的缺角的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看的这个 今天要播出的这个孙生家里头 他也是因为缺角的问题 所以他的 他不是只有房子里头越来越窄 他连最后面的最后底部的这个墙 都是斜面的 都是斜的 他不是平的 他是斜面的 那古代人是认为说房子里头 越方正越好 尽量不要出现缺角 那缺角其实 我们一般来说很简单 观众朋友 如果你缺东方的角可能要注意什么 缺西方的角要注意什么 缺南方的角要注意什么 缺北方的角要注意什么 那房子所有的结构里头最怕的 现在跟大家讲最怕的你要把它记下来 一般来说大部分房子大概都是缺一个角 那你说缺两个角的有没有 有 那么如果当他的房子是缺两边的角变成H形的时候往往都会有更大的问题 那这类的房子呢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我也看过一两间了 因为其实这种房子大部分有一些大概就是可能是买下来之后 比如我可能买了这种我买了两间或者三间四间 买了几间打通了以后他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当然我刚才讲单独缺一个角的 通常大部分就是你买的时候买一间 他有可能是楼梯间或什么什么 刚好缺了一个角是在屋子里头 但我现在讲这个呢 他其实一开始他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想要让房子更大 所以他买了一个房子之后呢缺角 H形的缺角 大家现在要把它记下来 H形的缺角是所有缺角里头影响最大的房子 不管你缺所谓的南北方 还是缺东西方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观众朋友不管你是买房子或租房子 记得缺角房要特别注意绝对不要缺这样子H形的缺角 我想这个部分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会差很多 因为其实孙生呢他也觉得他很努力 可是他的房子呢很明显的房子就是它是前宽后宅最后底部还不是平的是斜的 所以翻新那个房子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工作上面非常的不顺 而且小人很多 那当然我讲到钱财留不下来啊 不过我觉得他蛮有趣的哦 因为他买了超级多的公宅 所以观众朋友呢 待会晚上十点钟以后看我们风水有关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的房子会出现这么多的缺角 怎么样房子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他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花到哪里去呢 待会大家十点钟准时看我们的风水有关系就可以看得到 当然其实哎呀我有点后悔 因为当时呢我觉得他有个手套还蛮蛮有趣的 那个时候呢应该把它拍一张照 待会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风水有关系以后 也会看到我讲的那个手套 所以呢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都能够就是事事顺心财富广进 不管你是租房子也好买房子也好 那么都希望能够选到好的房子 一个好房子呢要有好的地基 地基要好 那除了地基以外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有好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里头呢 就是屋子里的这个结构 当然外在环境也很重要 因此选到选择一个好房子 好风水 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会有帮助 记得哦我刚才提到一命二运三风水 八字阴宅是属于先天的 那生下来我就是定数了 已经确定了 那我能够修正的大概只有后天的名字 去补足先天的八字 我们居住的洋宅来补足 可能这个也许 这个先天不够好的这个地方 那因此选择好的住家 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怎么样让自己变好的一个方式 OK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先播到这边 待会呢 请观众朋友 记得准时收看我们十点钟的风水有关系 记得锁定哦 拜拜